畢者最近花了五個晚上的時間 每晚各看半個小時 方直影蝶重溫這套長達148分鐘的好片 於個人來說 的確是個狀舉 一笑 這套電影於去年七月公映的時候 引起很大的迴響 甚至成為一股熱潮 當中最大的話題 自然是男主角Leonardo Dicaprio於電影的結局裡 究竟有沒有成功逃出夢境 回到真實的世界來 相信很多的觀眾 跟不者一樣 看戲多了 很多時已能夠將 一般電影編劇的把戲 或其創作模式 摸得通透 每每只看至電影的小半 已能成功的傳測到 往後的故事發展和結局 以及各男女主角的收場等 這全基於一條很簡單的定律 就是電影的情節 不同於真實的人生 故事的推進每每耀言之成理 首尾相應 絕少會出現多餘的情節與及人物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若在一套偵探謀殺片內 觀眾發覺一個與故事主線無關的角色 經常於電影的前半段裡出現的話 那麼這個角色 很大可能就是兇殺案之真正兇手 因為電影內之每分鐘時間 加異常珍貴 一個不相干的角色若經常於戲內出沒 卻對電影情節起不著任何作用的話 剪接師應很早便將它剪掉 又哪會讓觀眾於戲內看到 但潛行空間這套電影卻相當特別 不只一面看 一面試圖猜古劇情 卻幾乎大部分時間都不能成功 導演及編劇功力之高 可見一班 主要原因 自然是身兼導演及編劇意識的 Christopher Nolan 電影The Dark Knight的著名導演 設計了一個接近裝周夢蝶的世界 內裡的遊戲規則 純出於他的個人創作 不且並非心理學家 不能肯定人類的潛意識運作 是否一如電影描述那般 所以觀眾連搞懂其來龍去脈 也要花一段時間 更惶論去推測其劇情 《言歸正傳》 不且於第一次看此片時 已認為男主角其實是沒有離開過夢境 卻缺乏一套完整的理據 如今再度重看 了解更多 故事與讀者朱君分享其中一意 先說說男主角於戲內 四層夢境按先後次序 分別為 第一層夢境之地點 下雨而交通繁忙的街道第二層夢境之地點 華麗的酒店第三層夢境之地點 雪山上之雕堡第四層夢境之地點 他與妻子以前於夢裡 一起創造之空間至片末 電影交代男主角似乎於夢中回到真實世界 更在到邊緣的幫助下 得以脫罪重返美國家園 但不確堅持他仍常在夢中 理據有五 一 於電影中段 到邊緣於第一層夢境之中中 昌昌昌偽危 男主角曾表示 他若如恥於夢中死掉 會於真實世界裏 永遠不能清醒 將由雲般 生活在無盡的太虛夢境裏 直至老死 而男主角於第四層中 遇到變成老庸的道邊軒 此為身處夢中之名證 二 男主角身處第四層夢境中 從高處跳下 企圖弄醒自己 但卻沒有如其他同胖伴 按次序從一層層夢境中騷醒過來 相反卻直接由第四層夢境中 一下子回到真實世界 此為第二名證 三 於第一層夢境中 各人從第二層中騷醒過來 由半嬸水中的車子內爬出來 唯獨是男主角仍尚在芬水中 外在車廂裡 此為第三名證 四 男主角於最後 回到美國的家中 跟那對離別了數年的年幼子女重聚 但那雙小孩子 不單沒有長大過 還仍然穿著男主角當日於離去時 見到他們所穿的衣服 一模一樣 尚於夢中的事實不然而遇 五 作為男主角陶藤 各主角均有一個人的圖藤 他們值此確定是否已回到真實的世界 的陀螺 於片末形在旋轉中 並沒停止 也是很好的證據 真相是 男主角以為自己已現成功返回老家 事實卻是諷刺地 他反而再進一步 陷身於自我的第五層夢境裡 終身不能自拔 以為你願意做到真實的世界